知道了人们都是有罪的 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罪 而受死又复活 在教会里学习圣经 神的话语感动了我 使我明白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当我每次到教会 看到兄弟姐妹们开心的笑容 乐观的生活状态 还有他们关爱他人 帮助他人的行为 感染吸引了我 人活在世上 有什么能比开心快乐平安 更重要的 在那次埃德佛福音领里 弘牧师的演讲 神的呼召 我立刻做了觉知 愿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 我信了主后 改变了我的人生 对过去想不通 看不惯的事都想通了 再也不为生活中的琐事烦心了 也更加理解和关爱他人了 我以前胆小怕事 现在有主在我心里 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 每天开心快乐的生活着 我和徐姐妹八月底就要回国了 感谢教会专门为我们几个人 举行的这次受洗仪式 让主耶稣接受我们 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主 感谢陈牧师 感谢各位兄弟姐妹们 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